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评论 当地时间12日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访美期间 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 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高层的人员 他希望推动美国国会 尽快通过下一轮对乌克兰的援助 不过CNN报道说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与去年的英雄欢迎会 访美之行截然不同 似乎未能推进援助 连拜登在会后也改口 首次表示 我们能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 6日 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一执 援助乌克兰 以及以色列 加强美墨边境管制 并在亚太应对来自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 的挑战法案 以49票赞成 51票反对失败 每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 该法案是需要60票 才能够通过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法案失败的最大原因 是共和党要求 更为严厉的边境管制措施 两党没办法就此达成一致 而很多共和党人 表示美国 已经对乌克兰援助了1110亿美元 厌倦了继续援污 该法案是以 活款 1060亿美元 其中 500亿是用于援助 乌克兰的 军事需求 大约100亿是用于援助 乌克兰其他的需求 拜登在过去一直坚持 援助乌克兰需要多久 我们就支持多久 As long as it takes 但是12日 会见泽连斯基之后首次表示 我们能够支持多久 就支持多久 As long as we can CNN等美国媒体认为 拜登现在改口是意味着 他亦意识到 在美国国内民众 对援助乌克兰的支持率 不断地下跌 国会通过任何援污法案 也将会越来越困难 能够支持一天就算一天 拜登表示 没有了国会的进一步撥款 我们很快 将会没办法继续 满足乌克兰 军事行动的需求 这样 将会送给 普京一个最大的 圣诞节大礼 这么说 拜登此前亦多次批评共和党 就说 拿我们美国的国家安全 当而欺 不过拜登也表示 这次是愿意在美墨边境的政策 做出一些适当的妥协 在12日当日 拜登宣布 纳克批准 对乌克兰援助的2亿美元 资金源自 美国在2022年 通过的一项 对乌克兰援助的撥款法案 当时 民主党还是控制住众议院的 华尔加日报的报道就说 白宫希望乍连斯基此行 能够让美国国界重新关注 俄乌的冲突 尤其是在新一轮 巴尔冲突爆发之后 国际上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 很明显是下降的 报道援引军事分析家就说 美国军事援助力度大幅减少 将会削弱乌克兰的作战能力 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 乌克兰所获得的大约一半的军事援助 是来自美国的 其他国家是很难填补到这个空拳 已经部署在乌克兰的很多 美国的武器系统 是需要美国的弹药 近几个月来 随着美国援助的力度放缓 一些乌克兰部队已经开始 缺少炮弹 多名在12号和 扎连斯基会面的国会政客都表示 扎连斯基只是强调了 援助乌克兰的重要性 分享了乌克兰的作战计划 以及乌克兰打击贪腐的措施 而是没有 就美国的美麦 边境政策置平 CNN也认为 扎连斯基尽量避免自身美国 另一个 争议巨大的议题 两党的多名政客都称赞扎连斯基 是没有涉身 美国的来政 不过 这样也是意味着 扎连斯基似乎未能够解决 阻碍援助乌克兰的美国两党的 当前僵局 参议院的共和党二号人物 约翰·科尼 在会见扎连斯基之后表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够说服到任何一个人 表示当前问题是在于白宫 拒绝认真地应对美麦边境的危机 其他向媒体置评的共和党政客 均表示 占连斯基并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立场 多数共和党的议员 发言 大部分蝙蝠 都在批评拜登的美麦边境政策 避免讲乌克兰 不过 一向反对缓污的共和党参议员 湯米淘伯 为意 直言 我们也没有钱 这么说 在第一次跟扎连斯基一对一会谈半小时之后 美国新进的众议院共和党议长 麦克 约翰逊表示 只要美麦边境政策不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 缓污法案通过的可能性 就比较渺茫 约翰逊还要求白宫 提供一个明确的 帮助乌克兰获胜的 战略路线团 但表示白宫当前的回应 一点都不够充分 另外 他还提出 应该是剥离 援助以色列 和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而对 污的援助 仍应该跟 美麦边境的政策 挂勾 据《华尔交日报》 12日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 感慨地说 他自己完全理解 扎连斯基面临 生死存亡处境之下的绝望 而且他指出 扎连斯基在美国的鼓励之下 选择乌克兰当前的方向 拜登和扎连斯基在12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 军拒绝承认 乌克兰下跪的反攻 已经失败了 只是承认 有很多挑战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当日表示 他说 扎连斯基此行 在乞求 美国主人 不要停止慷慨的施舍 想要美国政府照顾乌克兰 就胜过照顾自己美国人民 还说 在乌克兰语的Telegram上 有消息说 只有将乌克兰的所有资产 放在美国的 贝莱德 Black Rock 集团的托管之下 乌克兰才能够获得 下一批的援助 认为 扎连斯基 只是关心自己的政治未来 和生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睇 多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